第137集 所谓绝招 一品舞者要爆发出白卡左右的气血 那才叫绝招 一品舞者 二次脆骨的 高的气血也才300卡左右 二连斩 那就是200卡以上的气血 这几乎好空能动用的气血 两刀斩不了敌人 气血不足的舞者 几乎任人宰割 方文祥也听到了 也感受到了头顶传来的压力 一想到方平气血好空 接住这一招 方平就任人宰割 方文祥也不再犹豫 再次爆发一声 大喊道 汉天 一拳汉天 与其防守 不如主动进攻 巴士卡气血爆发 陈学燕也震惊了 这两人好强 巨响再次传出 方平后退一小步 方文祥却是接连后退数步 口中血液滴落一地 不止口中滴血 被拳套包裹的拳头 血液也缓缓从拳套的设计的透气口滴落 方文祥虽然硬接了一刀 可双拳被重创 骨骼断裂都不奇怪 我看你怎么死 方文祥怒吼一声 他气血可没方平消耗得多 话音未落 方文祥已经飞速上前 拳头打不动了 他还有腿呢 就在这时候 对面的方平忽然张嘴道 但要在这儿 吃不吃 说完 方平身上的气血 陡然开始迅速恢复 我去 方文祥差点忘了这场 之前方平在比赛中途没服药 他都快遗忘了 就在他主动送上门之际 方平再次批出了第三刀 认输 二楼有人大声喊了一句 裁判急忙拉着方文祥后退 他们一退 方平却是迈步直追 二楼有强者大怒道 认输了还追 我服用了丹药 陪我丹药 我就不追了 方平也是大怒 我刚吃了一颗一品气血丹 还没砍出来 你居然认输了 你 裁判此刻也是有些无语 不得不一脚踢向方平的长刀 这一刀 他也不敢空手硬剑 方平毕竟是一品镜 五品的裁判出手 方平瞬间刀身侧滑 一刀劈中了擂台上的台柱 砰的一声 台柱被劈得四分五裂 方平喘着气 盯着心有余悸的方文祥横道 算你运气好 后天你等着 趁早认输 不然 绝对劈死你 你 方文祥脸色潮红 再次一口血液喷了出来 刚刚两刀 他手上不是一般的重 你后天能上台吗 大概是不能了 不过你不陪我丹药损失 我遇到了一次 劈你一次 我 方文祥彻底晕了 是真晕 口中血液不要钱的往下流 二楼的方姓宗师满脸发黑 黄景笑眯眯道 方老鬼 这小子家境贫寒 一颗丹药都是当宝的 你孙子不陪他丹药 我保证 他说的是真的 遇到一次批一次 哼 别哼啊 你方家别想出手 这可是我魔物的学生 也是吕凤柔的学生 你让你孙子考虑考虑 说吧 黄景再次壮若无意道 嘖嘖 提前服用一颗丹药 来个绝招三连斩 是不是可以四连斩 五连斩 哎呀 景武小心了 这次被劈死了 可不是我们不救人呢 这话一出 景武的几位导师 脸色也有些发黑 这还怎么打 因为台下的方平 此刻连吞两颗一瓶气血蛋 气血蹭蹭地往上恢复 立台上 方平连服两颗一瓶气血丹 气血很快就恢复了大半 看着景武最后一人上台 方平笑咪咪道 别跑 我三刀砍不死你 你就能为所欲为了 刘浩铭想哭 他只是预备队成员 虽然也是一品巅峰 可比起主力队要差不少 之前将韩旭放在第三 方文祥放在第四 景武觉得第五人不上场都行 可现在呢 韩旭败得有些凄惨 被女人硬生生地对子了 方文祥更别说 差点被劈死 现在魔舞的方平 气血恢复 掌握了绝招 这还怎么当 吐了口气 刘浩铭尽管知道必败 可此刻却无法避战 裁判一声令下 方平上手就是绝招劈卡 刘浩铭急忙闪退 真以为我不法没你快 方平脚步直接悬空 踩着空气就追了上去 这是 刘华荣一脸蒙圈 陈学彦看了一会儿 不确定的 是在 绝战计 呃 你好像说对了 刘华荣彻底无言 方平就是在绝战计 不然 你追人用得着脚步悬空嘛 战空镜虽然能做到 可也只是小距离的 而且除非必要 要不然吃力不讨好 气血消耗也大 方平显然没这个概念 下一刻 凌空跃起 一刀披露 刘浩明一个打滚 急忙必退 方平一刀将擂台的地板砍出了一个大坑 再下一刻 方平再次绝招劈砍而来 也不管刘浩明退不退 照着台柱就是一刀 砰的一声 第二根台柱四分五裂 裁判脸色发黑 这小子在干嘛 方平确实不管这个 停了一下 掏出一颗丹药吞了下去 宁笑道 认输不认输 我乱砍 砍死了 认输就来不及了 他这么乱砍 谁也不知道下一刻 他砍在哪儿 砍死人也不稀奇 刘浩明依旧不说话 方平其实也不想给他说话的机会 片刻后 方平再次凌空一刀劈砍出去 这下刘浩明没能跑过 被一刀劈的倒飞出去 血液洒落半空 看得让人揪心 方平没听到认输的话语 也不含糊 劈刀再砍 绝招都不用考虑的用 这算绝招吗 刘华荣有些迷茫了 什么叫绝招 绝地才用的招式 用完了 自己也得绝地逢生 小心被人反击打死 现在呢 方平不要钱似的 从一上场开始 到现在 砍了多少刀了 还炫战技 凌空踏步 你家继续不要钱呢 倒飞出去的刘浩明 实际上意识都有些迷糊了 他可没方文祥那么耐扛 一刀差点就丢了性命 二楼几位精武的导师对视一眼 半上 有人叹息道 认输 不认输不行 真的没法打 黄景笑了笑 唐峰却是脸色异样 心里猜想 方平这次回去 要报销多少单药 现在方平吃了四颗一品 汽血丹了 这不是打比赛 是在打钱呢 方平也是故意的 吃了 才有心的 才能有财富值增长 不吃 学校哪会报销 魔武圣 裁判宣布了结果 刘浩明被人抬了下去 刘华荣有些无语 半赏才开口道 方文祥重伤 刘浩明重伤 加上前面的三人也都重伤 哎 明天金武怎么打 是的 明天金武怎么打 张震光和李然可以上台吗 就算上台 能是陈家生的对手吗 这比赛越来越看不透了 五大联盟也许要翻盘了 刘华荣感慨了一声 真要翻盘了 一旦金武明天战败 五大联盟最差也能落个第二 金武直接掉落第三 开场勇猛的金武 差点被魔物给打废了 不是差点 是已经半废了 一朝爆发气血巴士卡的方文祥 要是没被重创 哪怕遇到陈家生 也能击败他 可现在 金武谁来抵挡陈家生 台下 方平一脸轻松 看到唐锋的时候还没开口 唐锋就叹息道 五颗 老师 你要是再乱服药 我就让你退赛 唐锋也是无语 这混蛋玩意儿 居然在擂台上炫武机 凌空踏步 这不是踏步 这是烧钱 那一踏 半颗一品吸血丹没了 说着 唐锋微微有些好奇道 你吸收速度 到底多快 一品的差不多两三秒 二品的就慢了 比赛不能用高品的丹药 这也算为自己 不用二品丹药 做个解释 顺带着也让大家安心 我只能消化同品级丹药 大家别担心我太牛叉 方平解释了一句 马上道 金武明天还能打吗 不清楚 李然和张振光可能上台 加上三位一品巅峰 还是有把握的 五大联盟 真的被打残了 五大联盟此刻还有谁能打 除了陈家生 还有两位一品高段舞者 没受伤 其他的都中伤中 金武预备队实力太强了 五位一品巅峰舞者 这时候还剩下三个呢 哪怕被魔舞打成这样 对方也有一战之力 随意 反正我们等后天决赛就行 不管是队上五大联盟 还是金武 都一样 方平一脸的不在意 接着又叹息道 老师 韩旭太废了 根本没遇上 那一百学分 还算不算了 韩旭直接被傅昌顶和杨小曼 联手淘汰了 他没遇到 也不知道学校怎么算的 再说 唐峰哼了一声 这小子最近消耗了多少资源了 众人说着话 一起去了医疗室 唐松廷双手打着板子 连忙问道 怎么样了 方平一脸无所谓道 让你们被瞎折腾 不听 我上台 你说怎么样了 方文祥重伤 刘浩鸣重伤 我刚刚看到了 唐松廷接了一句 他刚刚看到人被抬来了 他只是没想到 方平衣服都没破 此刻杨小曼也醒了 脑袋还有些迷糊 咕弄了一句什么 方平没听清 方平连忙道 没撞啥吧 乖 杨小曼虚弱地吼了一句 接着就头疼欲裂 小声道 我脸 方平一脸地不忍 扭过了头 傅昌顶也唏嘘 轻轻叹息一声 低下了脑袋 其他人都低着头不说话 不是不说 是被两人瞪着 不敢计划 陈芸汐刚想开口 方平就叹息道 没事了 女巫者嘛 比当女人来看 我真的 真的 杨小曼也是刚清醒 这时候听他们这么说 顿时眼睛红了 我真会容了 方平安慰道 真没事 你家有钱 大不了去整容 方平 陈芸汐称了一声 连忙安抚道 小曼 没事的 就是额头磕破了 很快就没事了 真的 真的 那 有镜子吗 方平撇撇嘴 看向另一张病床上的赵雪梅 此刻还在沉睡中 你们哪 让你们打不过认输 没人打理我 非要逞强 我一个人够了 把你们的丹药给我 我一个横扫一片 现在好了吗 个个躺着了 修炼都耽误了 学校也是 就为了打压我 让我最后上 脾气向来极好的白若曦 此刻也忍不住喝道 方平 你闭嘴 方平甘笑一声 连忙道 老师 后天怎么安排 看情况 看明天的情况 看金武 能保留多少实力 尽量 让所有人 都上台里练下 此刻魔武 还没上台的人多了 赵磊 金磊 徐一凯 李赵旭 陈云西 真要都上 没方平的事 不过狮子驳兔 学校不可能 不安排方平上阵 可最大的可能 还是压阵 方平有些遗憾的 唉 早知道 昨天就一川五了 这次肯定没机会了 再说吧 交流赛 也就因为资源的问题 才被看得如此重 实际上 一品五者的比武而已 没那么重要 白若曦也说了句 打击人的话 一品五者的比赛 要不是涉及到 各校五大的争锋 真的不值一提 四十位一品五者 现在来一位四品 能砍光了 方平叹气的 唉 要不是为了备战 我早二品了 早知道这些人这么弱 我干脆突破二品好了 为了备战 他主要精力 都放在了战法上 要不然 他二品进度也不小了 白若曦无言以对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就在他无言的时候 唐风又出现了 进门就哼道 哼 这么仔细 比赛完了 送你进地窟 方平心里咒骂几句 唐狮子就是看自己不顺眼 自己也就没实力 要不然 绝对把他打成狮子头 砍了几句 几位伤号还需要休息 众人都纷纷离去 随着金武和魔武比赛结束 方平这次是真火了 一品最强舞者 金武不敌魔武 魔武队长方平 横扫金武添交 名校第一 花落谁家 武大联盟 翻盘有望 各种报道纷纷出炉 确实都避不开方平 魔武新生队长方平 这次比赛表现的 的确强于所有人 唯一一个 到现在上台 一点伤都没受的舞者 不过也有人不赞同 方平没遇到 两位二品舞者 也没遇到含蓄 要不然 未必能安然无恙 不过方平实力强 却是被认可的 也有人觉得 方平靠的是 他吞丹药 才有了不败的战绩 这家伙 一品气血担当糖豆吃 看得无数人眼红 同一时间 魔毒地窟疗养所 王金阳和秦凤卿 躺在病床上 此刻也在观看 转播视频 秦凤卿笑呵呵道 这小子有意思 他什么体质 老王 你说他到了三品 掌握一门三品绝招 给他嗑药 是不是能无限发绝招 真要是这样 四品也得被砍死吧 王金阳沉吟道 应该还是有限制的 何况人的体力 精力也有限 无限是不可能的 可砍出一二十刀 没问题吧 应该吧 王金阳不是太确定 方平今天就砍了 六七刀绝招了 真要到了三品 未必不能砍出 几十招绝招出来 真要如此 四品还真未必是他对手 当然 仅限于那些 实力不强的四品 四品实力强的 一招打死了方平 你砍一万刀 也得有机会才行 秦凤卿又道 他这次结束 二品没问题了 三品我看也快了 大二开学之前 可能就能进入三品 我再不努力 真要被这小子追上了 老王 考虑过成立一个战队 拉几个人进去 一起探索地窟吗 王金阳叹息道 太危险了 不是地窟太危险 是跟着他们太危险 别说二三品武者 一般弱点的四品 这么折腾 也得丢命 秦凤卿能不死 王金阳一直觉得 这家伙命硬得厉害 就像前些天 被五品强者 劈了一场 秦凤卿居然还能跑得飞快 王金阳都懵了 他都以为秦凤卿被劈死了 秦凤卿不以为然 笑眯眯道 冒险才有收获 这次老子肯定能淬炼 玩屈干果 达到三品巅峰 达到了三品巅峰 四品也不远啊 说话间 已然忘了战队的事 也忘了方平的事 这些人再厉害 也只是一品 现在闲得无聊 砍几句罢了 还真能拉着他们送死啊 再继续